第二个移民潮出现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现在不止富豪移民 拥有两本护照 连中产阶级都出现了移民潮 主要的第一个原因是希望孩子有更好的教育体系 第二个原因是大陆的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 而社会的仇富现象也很强烈 让他们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安全的社会 而有一个焦点人物 他就是翘江南的创办人张岚 他颇有性格常上媒体 最近他因为希望能够在香港 或是在其他的地方能够成功上市 他决定要移民到其他的避岁天堂 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 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在中国大陆 对他批判的渲染大破 我是中国人 我的骨子里我的血流着中国人的血 当我到移民局1991年去移民局 我发现我要摸着我的胸口 对加拿大人宣誓 我永远忠实于加拿大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永远忠实于我的祖国 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应该忠实于自己的祖国 忠实于母亲 两年前大陆知名企业 翘江南的董事长张岚 在节目上所说的这番话 现在听来让很多大陆民众感到刺耳 大陆政协委员的身份 大S的婆婆 张岚坐勇15亿身家 日前悄悄地更改了国籍消息曝光 引发舆论与真撒罚 我觉得对于张岚女士来说 这是一个悲剧 对于我们所有的社会大众来说 是一个闹剧 张岚女士自己把这个事 人为地弄得复杂化了 本来移民和爱国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移民的人也可以爱国 现在已经移民的海外的侨胞华侨 也都是爱国的 她愣说呢 移民的人是不爱国的 并谴责他们 现在她自己移民了 有点作茧自负啊 出而反而 到底什么改变了张岚 中国的企业为什么移民 三大原因 要么就是因为你政策 对它不安全 要么就是你的护照不值钱 人家全世界没法自由走 要么就是为了上市 为了税收 每年发表中国富豪榜的胡润研究所 和中国银行联合所做的调查显示 大陆的千万富豪当中 有14%已经移民 或正在申请移民 46%正在考虑移民 有将近30%的人计划在未来的三年内 向海外投资移民 张岚也不过秀世 其中之一 讲商业利益 似乎都能理解 但大部分的人认为 这是感觉问题 为了境外上市而移民的张岚 是企业经营出了问题吗 没太多人关心 多数人都在讨论移民的富豪 到底爱不爱国 只要是依法去移民 合法性没问题 讨论的是 他自己说过 移民者就不爱国 他作茧自负了 你怎么知道张岚移民 加勒比海盗一个小国 法律上就没有对那国家的忠诚义务呢 你知他的国民必须对他忠诚 当那个国家和中国开战的时候 张岚对谁忠诚 保护哪个国家 你从道德层面去讨论这个话题 当然就不能阻止别人 从道德的层面来讨论自己 咱们现在这件事的本质的争论 不该是他爱国不爱国的问题 是说逼梁为昌 把这么爱国的人都逼到小岛上去了 张岚不是个案 大陆富豪 有的是考量子女的教育 有的是追求更自由投资的形式 所以选择移民 张岚上演的这出黑色幽默剧 值得反思 这一切都动用